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一下MV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一层这一课程 首先回顾一下上节课我们所续找的内容 我们上节课呢 学习了一下从运程序怎么一步步对应到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这个系统服务 它呢,总共我们总结了一下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运程序通过对用API 调用到了Application Remark 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框架 然后应用程序框架呢 又通过调用Bandar基层间通信代理 Bandar基层间通信代理呢 又通过Bandar跨境层这个机制 然后调用到了Bandar的Native实现 然后Native这块呢 Bandar的Native又调用到了最终Android System Service 这里呢,就用到我们的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这个系统服务 这个呢,只是说明 用程序是怎么调用到AMS 也就是我们的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简称就是AMS 但是呢,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调用到了AMS 告诉到AMS我们要启动一个Activity 但是AMS之后又做了些什么 第二个,我们在学习 安卓应用开发的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通过调用StartActivity 然后告诉系统我们要启动一个Activity之后呢 我们的系统会把Activity器给我们启动 同时会调用到我们应用程序里面的Uncreate Unstart等等这些 生命周期可费函数 那AMS又是怎么去 支援到我们的应用程序的呢 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告诉AMS我们要启动一个Activity 它之后做了些什么 这个和AMS本身的一些有逻辑 关系比较大 因为我们这里呢,主要是为了 帮助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可能目标 主要是掌握Vmark的基本架构图 所以说这个AMS的具体的一些有逻辑呢 我们就暂时不去过多的深入 这里有一个混乱通照AMS 也就是我们先简单的知道 AMS也就是ActivityMedia Service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具体的一些细节呢 我们在这个阶段可以暂时先不用关注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火轮吞噪这个问题 我们在课程一开始也就讲到了 安卓的框架呢 它本身是一个很庞大的东西 采集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我们一个人呢 他虽然潜力是无限的 但是毕竟精力是有限的 所以说呢我们就不可能 从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就把每一个地方都给 插插底底去研究一遍 所以说我们就提出了一个 学习的方式 也就是呼伦村导师的一个学习 这个呼伦村导师呢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并不是去鼓励大家 对一些问题不求圣洁 我们的意思呢 呼伦村导 可以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 吞了几个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 会哪些地方给跳过去了 日后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还是要去根据情况 对这些问题 这些细节去进一步去补充 那很多朋友还会有一个疑问 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去把这些东西搞清楚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跳过去内容呢 当然这就跟我们的一个学习目标有关系 像我们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我们的熟悉的API入手去把握一下 这个 framework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再设计一些具体的一些像系统服务这些 它的业务逻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暂时把它跳过去 不需要把它给搞到每个细节都给搞清楚 那假如说我们换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目标呢 那就是学习一下 当然我们就不能把这些细节给跳过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混乱通道 什么时候可以不可以 就是跟我们的一个学习的目标有关 看我们给自己制定的是一个什么学习目标 好 进入我们的正题 先看一下简介 Active Manager Service呢 是安卓系统服务中一个核心的模块 同样呢 还有Windows Manager Service Active Manager Service Notification Manager Service等等 这些都是安卓系统中的一些系统服务 那Active Manager Service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简单的有两个 第一个管理应用进程 以及应用进程中的Active Service 以及应用进程中的Active Service Service 或者Writer 这些应用程序组件 第二个呢 就是内存相关的一些管理 又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然后 然后 关于它的内部原理的一个更具体的一些介绍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 就是通过百度 我们可以找到这些相关内容 这个内容呢 是节选字 Android 内核剖析 就是课元旦 课下面的一本书 这些章节的一些介绍 下面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这里呢 我就直接已经打开了 AMS的内部原理 这里呢 它有对AMS内部原理的一个介绍 大家 下去可以具体看一下 我们这里就不过多的讲解 就大概跟大家一块浏览一下 这里呢 是几个生意的概念 它介绍了一些重要的一些数据类 然后呢 换一些变量 这块 它也讲到了一个start activity的流程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概述 然后 这里 它就讲到了 我们通过start activity 调用到AMS之后 它会有一些什么过程 也就是它做了什么 这是我们所提的这个问题 我们调用到AMS之后 AMS 它后来又做了些什么呢 那我们就先大概看一下吧 它列了几条 有运行环境检查 就是它收到AMS 收到 AMS收到提动某个activity之后 它首先要检查一下环境 比如cola是否有其中的权限 意图是否对应存在的activity等等 这一步之后呢 它会 它会帮我们找到 和创建合适的一个task 这个task什么意思呢 task就是有一系列activity组成 来跟我们的用户交互 来完成一个一项指定的工作 又是一项cask 也就是一个任务 然后再继续往下看 第五会运行myHitter最后一个HitterRecord 这个HitterRecord什么呢 HitterRecord里面就是记录了一些activity的 这些记录都在这里边存着 大家可以接下去的时候具体再去研究一下 如果感兴趣的话 然后看接下来第六步有一步 用进程块子指定的activity 就是暂停指定的一个activity 在启动目标activity前呢 如果当前正在运行其他的activity 就必须暂停 所以说会有一个这个一个过程 当暂停完呢 暂停完之后 用程序就会告诉AMS 它已经暂停完之后了 让我们AMS 如果又去做一些相关的动作 最后呢 它会通知应用进程 resume指定的activity 这里呢 这里呢 是如果我们要启动的activity 已经在运行的序列中 就直接通知相关的目标进程 resume被暂停过 已经暂停了的activity对象就可以了 这是说的 如果我们要启动activity 已经在运行的序列中 那肯定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的activity 不在运行的序列中 也就是还没有运行过 没有运行过呢 接下来它这里也讲到了 首先会创建activity所在的应用进程 什么意思呢 就假如说 我们在email 也就是邮箱这个应用进程里面 要调用相机这个应用进程 然后去拍张照 通过邮件发送出去 那我们就会调用到相机的里面的activity 假如说我们的相机没有运行起来过 那我们就首先要把相机这个应用进程给创建 就是这个对应的这种情况 那假如说我们之前的相机已经运行起来了 它只是出于一个后台暂停 并没有被destroy 那我们就可以在 第八或者他说明说的 直接通知进程resume指定的activity 直接通知相机的进程 把相关的和其中activity给运行起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只看一下 它假如说我们的进程没有被创建运行起来呢 我们接下来的过程 接下来呢就是首先要创建对应的进程 创建完之后呢 会调用attach application 也就是目标进程已经启动了 也就是目标进程已经启动了 启动了之后呢 就会给个报告ams说自己已经启动完毕 可以启动目标activity了 这个呢也是通过 然后 IPC也就是进程间通讯 也就是进程间通讯 要用到ams的tach application 以上呢就是我们告诉ams我们要集中一个activity之后 所做的一些工作 然后呢下面就是它开始真正去给我们启动一个activity了 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来研究一下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ams怎么去对用到我们的应用程序的 好回到这里看一下这里他说了 attach application呢 它这个方法内部的一个执行过程 首先 获得客户进程的pid 然后调用attach application lucky的这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一步给APP对象内部的其他应用兵的复制 比如APP的thread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后面呢我们怎么去跟应用程序交互 就是通过这个thread去交用到我们的应用程序的 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它交用了thread的bund application 这个方法 通知客户进程运行指定activity所带的一个APP文件 这个指定的activity呢是被包含在这个参数里面 这个参数来源呢就是我们通过intento传递给ams这个系统服务的 之后呢它会交用thread.activity lucky的这个方法 通知客户进程去运行指定的activity 这里他也说了上一步也就是bund application 仅仅是告诉应用程序 从app文件下载application这个类 便运行但没有真正去启动不进的activity 而well startactivity lucky的 则会真正启动印象activity 那么这里还有其他一些步骤 比如说是否查询是否有依赖的service 或者broadcast等等 如果有的话一定通知目标记层 把它给运行出来 这边呢 又对bund application和schedule launch activity 也就是在well startactivity lucky的里面会交用 这个schedule launch activity 这两个所做的一些工作 还有一个相应的一些介绍 这里呢 它具体的一些工作 我们可以暂时先不去关注它 我们呢 只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个对应的流程 好 那我们就再次总结一下它这块的内容 它的意思呢 就是在attach application这个卡牌之后 执行的时候 会去把我们的 因为程序 activity真正启动 这个卡牌之后里边呢 它又主要有一个bund application 和一个reals data activity lucky的 那我们就结合原码 去具体看一下这个 然后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sourceinsight 这是我们的顺便 我们的顺便 帮助它 我们的顺便